現在在野黨要批評也OK 問題是是不是基於事實 還是完全的扭曲在攻擊 因為江啟人說 國民黨執政縣市 也會循相同的管道 模式 為全民再拚五百萬劑的 BNT疫苗採購 那就很奇怪 疫苗的廠牌很多 為什麼獨獨就要去買BNT 來 波瑋 這到底國民黨現在在 打什麼算盤 為什麼都要他們的執政縣市 通通去買BNT疫苗 我們作為一個在野黨 如果批評這政黨更好的意見 跟方法立委 我們很歡迎來提出 都是為了這個國家越來越好 那你很明顯的 我們的疫苗是 剛才北京政府 阿強在跟我們組黨的時候 你已經連一句話就不敢說 你看中國 國民黨過去 包括馬英九 包括連前 英章 連勝文 頂頂的人 他們那個時候說 政府做得不好 疫苗買不到 時代率不夠 買了太多 他們提出更好的方法是什麼 12月5號的時候 連勝文說 如果有中國疫苗 我絕對第一顆打 紅手條發生說 我要出民進出中國疫苗 2月17號的時候 馬英九說 我要買中國疫苗 台灣不理性 我們中國疫苗是主要是可以打 楊智良 5月13號說 中國國有的疫苗 對方要買或是買什麼都可以 最重要的 台灣人要打到中國疫苗 5月12號 丁守中我願帶頭施打 呼籲政府開放 中國疫苗 他現在收入疫苗 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他們希望的方式就是向中國買疫苗 中國疫苗 一直到一個時候 還要對一個重點 他們這個選團部 跳出來說 我們不要再說中國疫苗 再說BNT 不然其實台灣民眾對中國疫苗 那個時代信心率只有1點幾%而已 紅手條 這個軟弊弊弊的說 我不行 我要做一個中國人 身先事傳 不是率先施打 從北中國去住 去中國住 這我認為就是女中豪傑的一部分 你看連前 他現在也是愛你住的 包括賴事寶 包括很多 我知道前輩 高雄說有一間病院 陳怡銘說的 說有一間特權醫院 每天在住 他們叫國民黨的特權醫院 所以你在說這個時 你到底是要拿出一個 什麼更好的方法 中國國民黨自疫情 部法開始 第一瞬間 他們對抗 他們處理政治理由的方式 就是用公共的方式 他不是用我比你更好的方式 他是用你 你就一定有空有順 你做八成 我就是要抓你兩成 所以在簽合 有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日本 他看過太多這個 陳怡銘說 要做一個真相調閱委員會 但事實上是 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謝智瑋大使 他們遇到 我們沒有辦法公開的困難 你一直簽 你如果說公開投票 還要沒關係 你現在把我們的 這個藥苗法廟簽開 第二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中國 因為他就知道 你現在要對一個國家 你現在要買什麼東西 他還記得 羅建順的新華社報導 報導之後來的 這個中國媒體報導 中國媒體報導 台灣媒體引用外電 外電來 中國國民黨就拿起來 當作新聞在說 反應外合 對啊 這個很恐怖 最近還有一個資訊 認知作戰的 這個專門的團體 他說某一個新聞台 他變成說 他都說這是美國的媒體 結果其實是中國的媒體 引述美國媒體說的東西 他就說這是美國媒體 他所有的國際問題 最後你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第一是叫中國疫苗 羅志祥拿出一個辦法 他說如果國民黨這場 我們一定可以拿到疫苗 他到底是拿中國疫苗 還是要用中國台灣去拿疫苗 他這裡都沒說 所以你的更好的方法 人家找不到的時候 他的票 他可能覺得 政黨做得不好 但他的票 他就不可能 他回到一個看起來 一天我中國的政黨 江啟臣要聯絡很簡單 他一聲外頭 跟共產黨說 我們現在 中國國民黨 要向台灣的方向走 不要跟你們中國 你如果要招 比民進都更大 我的保政 他現在票 絕對你做 當主席就沒問題了 他如果要煩惱 他至少 他是站在政黨的方式 不是說 中國國民說 他們那麼老的 都堅持要帶中國主義 我就要騙你們 你們如果感覺 對不起良心的事情 你們會要握他們 你這樣可以做主席 做也不夠長 所以我認為 用命的工作也好 或是整個政黨 這個道政理也好 最基本 或是要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場 大家看什麼 這才是一個政家的道路